第六期歌单集出场顺序曝光 华晨语改编周杰伦双截棍 湖南卫视歌手2018昨晚播出了第五期节目,菲律宾歌手K.Z.Tandina夺冠,踢冠成功,张天遗憾被淘汰 第六期昨晚也在长沙进行了录制,具体歌单集出场顺序如下 第六期歌单,按书场顺序 1.张天走钢索的人,返场 2.汪峰,所有人都在玩手机,夜猫 3.Jesse J. Purple Man 4.华晨语双截棍 5.K.Z.Tandina你不知道的痛 6.李全颜色 7.苏诗丁贼 8.张韶涵情人流浪戒 8.华晨语在这一场中在突破自我,以自己从未在舞台上表演过的新风格,改编演唱了周杰伦经典之作双截棍 8.而改编灵感竟是钓鱼石萌发的,并透露花了两天两夜改编,据悉花花还还破天荒的来了一段翘起兰花纸的表演,你们期待吗? 9.湖南卫视歌手2018第六期节目将于大年初一晚22点播出,与华人春晚无缝衔接 9.本周,面临第二轮最后一场淘汰赛,汪峰,JesseJ,张韶涵,李全,华晨语,苏诗丁,KZ谈定安七位歌手纷纷各出奇招,其中华晨语将寄出自己的独门杀手锏演一双截棍,不过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,此杀手锏居然是一张凳子 9.众所周知,华晨语唱歌时的习惯动作就是嚼彩音响,这位彩音响专业户甚至有着去哪儿唱歌,就一定要在那儿的某个变音箱上留下自己足迹的习惯 9.歌迷们更是调侃他有张听不下来的嘴和一条无处安放的腿 9.而自华晨语加盟歌手之时,就有不少人留言称,花花终于可以在歌手踩最贵的音响了 不过,由于歌手舞台的音响挂在半空中难以忌急,贴心的节目组特地在舞台前方准备了凳子以供他踩,而有了老朋友助阵,华晨语自然火力全开 9.竞演当晚,华晨语带来一首前新改编的双截棍,唱指憨处不仅单脚踩凳子,连整个人也站了上去,标志性动作瞬间电缘全场 此外,由于这首歌词描述的是中国功夫,华晨语还尝试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融入其中,甚至在现场地有模有样打起太极来,舞台元素十分丰富,引来尖叫声一片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语 字幕志愿者 杨语